高起訴金額達上帝的台南議長會選案 涉案時針一審通通無罪 有人先出調查記錄 明明當時被監聽到說 三年前花了三千萬 這回要花上帝還要一票一票來用 為何法官卻認定非會選只是閒聊 而甚至方信議員大喇喇的被押上車 還被比開槍手勢 嚇到家人要連夜搬家 法官為何說這不算恐嚇 還認定他並不恐懼 各界說三位法官的判決 簡直今天動地徹底改寫會選定義 睡在議會晚上不敢回家 這個行為還沒有心生恐懼 他為什麼要躲在那裡 我們的法官睜著眼睛說瞎話 不過你這個法官 你會這樣摸 你跟背景所謂感覺 所謂人民的基本認知完全相反 人家民進黨聽到就頭笑 所以以後只要在台南發生的事情 戴槍算是政治協商的正常的工具 然後把人擄上車 就是政治協商的一種基本手段 如果台南都是這樣做的話 那就太好了 台南以後不會有任何犯罪 貪污也好不管是買票也好 在這位法官看起來都是話家常而已 那這樣子我們的就世界大同了 更扯的是傳出被告律師 還曾當庭提醒法官 要求司法不要介入政治 而往有炸鍋炮轟 這是赤裸裸對法官 搜尋政治拳頭嗎 這是在暗示法官 老子背後有靠山嗎 你這是買票會選 這跟政治有什麼狗屁關係 他其實就是在告訴法官 我後面是有人的 你介入進來 你自己會吃不了兜的走 那這個法官也就乖乖聽話 對比國民黨買票遭重判 法官如此使民進黨會選案 讓社會無比驚嘆 記得張正銘 徐國豪 SN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